OK,那我们继续下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是关于就是这个风水,我听说风水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整体住宅的选址,还有这个周遭的环境,还有一个是这个住宅内部的设计,你觉得哪一个更重要,或者说是哪一个对一个人的身心影响最大? OK,让我再重复一下你的问题,你说这个房子呢,就是说一个是外局设计,还有一个室内的设计,哪一个重要? OK,你这是黑白论,不是黑就是白,哪个那么重要? 我认为两个都重要,不是说哪个就重要,哪个就不重要,但是呢,它这个两个重要的同时呢,就是说, 你哪个有掌控的可能性,明王丽丝吧,外局你是没办法掌控的,对不对? 你比如说你说这个房子,这个房子风水,它屋内设计,不管怎么样吧,你可以调整,对不对? 我们可以进来以后,我可以人为的做一些调整,虽然有些不好,我可以调整或者化解,但是一个房子,它放到这儿了, 它的外部的周围环境,人家城市规划,就是这么规划的,我们改不了,你改不了,对不对? 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你一定要学会舍,就学会舍,比如说,如果是很多华人朋友,美国的华人朋友, 我们就知道一个很有名的建筑,就是,你在弗拉逊,看到没有?弗拉逊缅街, 还有Northern Blue啊,那个十字口,那个地方有一个破的建筑, 我不记得建筑,缅街和Northern Blue啊,那个T section,就是钉字口那个地方, 好像以前那是个剧院是什么的,我来美国那时候,那个地方,就是破烂的,放到那儿被人要, 嗯,弗拉逊可是黄金地带啊,那个地方到现在,都没有人去开发,没人要它, 哦,你提到了钉字口,我听一些人说,钉字口那边很,就是有煞气, 对,嗯,对,你现在你可以上网去查一下,弗拉逊,Northern Blue啊和缅街, 那个钉字口那个地方,嗯,嗯,25年前,那个房子就在那儿破着, 黄金地段,25年后,那房子,咱们华人没有人去开发它,没有一个人要它, 都知道那个钉字口,因为华人都知道这个,这个关系, 华人不要,他接这个烫手餐药,嗯,同时的话呢, 刚才你说是室外和室内,那个中药,我是认为哈, 尤其是你买房子的时候,这个大局一定要把控的好,嗯,把, 这个是我很早以前,我在那个长岛,我帮一个客人, 我帮一个客人去长岛,他挑房子,嗯,他看到那个房子, 他想要,他想买,嗯,买之前呢,让我去帮他把把关,嗯, 看完那个房子里以后呢,我就跟他说,他说, 你以后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因为找我这个客人, 这个女士,嗯,我说,如果你以后想要一种,就是, 女单身,嗯,就是说,我住在这里,我不需要婚姻, 嗯,我救我自己,嗯,我单身,我快乐,嗯,嗯, 那你就买这个房子,可以,能住,嗯,你如果, 因为当时他是有婚姻有孩子嘛,嗯,我说, 你如果想要一个,你这家里边,丈夫和你感情很好, 丈夫也长寿,嗯,过得幸福美满的,这么一种, 未来,嗯,这是你的设计,这是你的未来, 你想要的,嗯,我说,这个房子不能买, 那就,你就要舍去,嗯,他说, 真的,我说,怎么了,他说,这个房子, 就是一个老太太,哦,就是一个老太太,哦, 丈夫早完了,哦,一个老太太在这里住, 老太太是哪儿,嗯,我说呢,你要住进来, 未来也是这样,嗯,他说,哎,那你怎么知道, 为什么这个房子,会是老太太,老头在这不行呢, 嗯,我说,这个房子,你就看它的外局呗, 嗯,你光看,其他不看,你光看外局, 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房子未来是什么样,嗯, 因为它的外局是什么吧,青龙是低的, 白虎是高的,嗯,并且是一个坡,嗯, 你知道吧,嗯,它的坡,这,这就为什么就, 就刚才说了这个外局选址,嗯,外局选址, 就是说,这个青龙是代表男的,白虎代表女的, 嗯,你这个房子,如果是青龙低,白虎高的话, 那这个家里以后女人身属,嗯,女人的能量是越来越强,嗯, 男人的能量是越来越萎缩的,哦, 我是有听说过这样子的,对不对, 另外在家,它这个房子后边,它是没有靠的, 哦,没有靠身,没有靠身,你要靠自己啊,嗯, 嗯,嗯,对不对,你要靠自己了,嗯,嗯, 嗯,就是,嗯,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 就是这个青龙和白虎是什么, 所以就是说,你可以稍微解释一下, 这个青龙白虎是不是就是两个方位而已, 它青龙白虎是这样判断的,嗯, 嗯,你呢,找到这个房子了以后呢, 你把它的主门打开,对吧,主门打开, 你站在室内,嗯,向外看,前边这块就是猪雀, 哦,眼前的是猪雀,哎,前面这块是猪雀, 这边呢,你就需要,就是说,空旷一点,嗯, 嗯,嗯,颈色美一点,嗯,不要有那些电线杆啊, 或者露冲啊,嗯,或者煞呀,这些东西都不要,嗯, 因为那个东西直接你吸来的能量,它是破碎的,嗯, 嗯,对吧,这就是猪雀,然后你的左手这块,嗯, 就是你的青龙,青龙,这就是左青龙, 右白虎,前猪雀,后玄虎,玄虎是你的靠山哦, 哦,所以最好有山,一定要有靠山啊, 就是女的能靠丈夫,丈夫出去, 有人靠,哦,你知道吧,是,哦,就是说, 你在家里的话,男女都有靠,意思就是说, 对,哦,男女都有靠,对,哦,对不对, 这个行杀,这就非常重要了,对, 这说起来呢,就更多了,你行杀在什么工位, 出什么病,嗯,发生什么事, 嗯,这里边东西在身上就更多了,对,对, 所以你说的就是说,外边和内部哪个重要, 对,都很重要, 但是唯一一点呢,就是说, 你外部很多时候你改不了, 它的房子就是这样, 城市批好了,也就是这样, 道路它也不可能为你去改, 嗯,对不对,有时候城市, 这个树是在那个人行到外边的树, 那是属于国家的树, 它不会为你去砍的,对, 对不对,但是呢, 如果在你室内的话呢, 那我们就可以化解, 嗯,对不对,我们就有化解, 化解有起作用, 也是会有方法可以化解的, 对,也有方法的, 所以的话你说俩哪个重要, 我觉得都重要, 嗯,但是呢, 最好挑这些没毛病的, 对,对, 尽量不用化解, 你的房子都很好, 这个是最好,嗯, 对,确实是, 好了,回答了你的问题了吧, 嗯,好,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嗯,谢谢。